我是不是卡性质才能允论 我记不记得我还没办法 我记得我还没办法 我记得你 他记不记得我也不知道 你哪是工作的点 我年前的时候 公众有三百块钱 因为家里比较远 就买过一次东西 今天结账的时候 报了就是当时办卡 留在那个手机号 然后那个收入员说不行 你得拿卡 这卡可能是找不着了 我说那我拿生意识给你 合避一下行不行 但是不行 这个没法去合罪 他说可以挂石 但你必须把卡找到 我就问你这种情况 余额怎么办 他说你必须去找件卡 挂石完之后这个钱 才能退给你 不然没有办法 我那就去房门里坐了 里面有个四五分钟 有一个信息的经理 给我回电话 说如果确实一上的话 我加你微信退给你 因为也没多少钱 当时我就直接回钱了 我说不要退也没多少钱 上去再说 结果呢 被这个经理呢 就被定性为这个职业骗子 但是我自己的权益也维护不到 还被集中定义为职业骗子 这个时候就团队了 挂石了 卡新转 前两天的领领 我许不知道我要没办法 我叫如来一句话 我要一句话 拿着带 他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你哪儿不懂 不懂不懂 他还采取了一小点视频 不放了不全 这个不会 这个视频里边 店员根本没有说 当时我就跟对方打电话 问你这个卡 是多少号 我马上让财务来沟通 看看有多少钱 我给你重新办卡也可以 或者给你退钱都可以 他说没事没事 我先走了 我有事儿了 他就不给我电话号码 我就没法查嘛 主要是 或者是当时记录的电话 或者是当时来卡的凭证 或者是你需要退卡 或者是需要补卡 这个咱们完全都可以给人家办 然后下午就直接在网上发布了 我在当天下午 就是第一时间 我就报了110 我把那个视频也报给警方 最近人家说这些咱们咋面 不知道 拜拜 说这让我订单 这个视频也要没法 呀 我们准备写货 视频很容易 就用了 这个视频也没法